大稻辰情人节活动这周六登场 480秒的烟火秀也会在晚间8点十分释放 今年的烟火以大型火弹震撼开场 加上爱心、笑脸等造型火花 一首首筷子人口的情歌搭配 将带给民众一个难忘夜晚 我们的形状大小还有发速都精心规划过 还是得等到当天晚上才能借由民众的观赏 知道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今年一样是4,328左右的烟火的发速 那时间是如同我们之前所讲的480秒8分钟 那希望各位民众可以在除了进场观众的民众以外 没有办法来的在周边的几个观赏点 还有线上直播都能看到精彩的烟火秀 那精彩程度每一年都不一样 还是希望大家关注在周六晚上的一个烟火秀 今年因为疫情实施人数管控 8万多人报名仅有3000人能入活动场内 不少民众觉得可惜 刘怡婷局长也分享大刀城周围观看烟火的好景点 以及线上观看 让更多民众能同赏美丽烟火 在水门内的观赏点之外 我们知道可能很多民众也会关心 是否周围有其他可以看到烟火的观赏点 那我想北门广场在这几年来 我们跟相机间那边有做一些合作 那其实那边一直都是观赏烟火最佳的另外一个视野 那希望大家虽然没有办法抽到入场券进场 但是在周边的几个观赏点还是可以看到烟火 因应活动人潮下午6点活动周边市区道路实施管制 还请民众多加注意 也鼓励民众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前往活动现场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